这也是粥吗?这么一锅西汤挂水的东西,你让饿的战都战不满的鸡民们吃,这还算得上是救命的粥吗?还算得上是黄恩浩荡吗?还算得上是市政的富无关吗? 乾隆元年,吏部侍郎刘统勋奉命时查江淮民情,返京途中经过山东境内,在一处急灾多年的湘金周长,亲眼目睹的惨烈景象,不断践踏着刘钦差的人文底线,上一秒还等着失州的灾民,下一秒就成了冷冰冰的尸体,更有身者。 孙子好不容易将粥送到奶奶嘴边,可尚未建立起生死概念的孩子,还在不断呼喊奶奶河州。 孩子,自己吃吧,你的奶奶已经死了。 此等景象充分表明,周长苛扣赈灾粮的封闻非但属失,甚至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。 刘统勋下意识地认为,周长肯定存在严重的贪腐情笔,于是历声喊出这里的负责人审视问话。 拨下来的赈灾粮食在哪?